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这一集要和大家聊聊iMac的选购建议 其实这篇稿子大概6月就已经写好了 然后准备要录音、剪辑 但是一直忙着开箱其他东西谁就没有做 一拖就拖到8月 哇,新款的iMac 2020都上市了 我就想哇,这个稿子可能就没有价值了吧 所以如果我再不赶快做完 搞不好新款的ARM架构的iMac 21.5寸就又要上市了 那如果要买iMac 21.5寸的你可以等一下看看 那讲一下这一集的内容架构 其中这一集除了会告诉你哪一台iMac最划算 哪一台最不划算 也会从新旧交替的机权规格当中 告诉你划算或不划算的思考脉络 那你可以看看这些考虑到的因素 是不是符合你的使用习惯和需求 那你就可以自己取舍 同样也先声明一下 这一集是尽量用符合大众需求取向的方式 来讲解和推荐 当然用词上也会比较精简 详细你可以参考上一部MacBook 选购建议三分五十六秒开始的说明 那我目前的iMac有三台 我都蛮推荐大家可以用Duck把IO拉到前面的 所以这集我也会横向介绍三款 Thunderbolt 3的Duck 当然你要用USB Hub也是可以 或USB的Duck 那但是Thunderbolt 3全功能型的功能就更强 我目前手上大概有四五台 但是有两台还没有评测完 所以我会先拿三台跟大家介绍 那这个一台其实大概价格都要一万左右 那影片结尾我就整理这些厂商的折扣优惠 或是他们近期的促销 例如说一万二打八折 就是整两千四 比提供抽奖还更有价值 我希望这可以真的帮助到 你有想要买iMac的人 而且想要买Duck的人 那想要抽奖的观众 你可以到MacBook的选购建议 那边还在进行选购建议的抽奖 今年iMac的27寸 有更新处理器到了Intel D时代CPU 有更好的镜头 更好的麦克风 有Tenky网路可以升级 但是iMac21.5寸基本上就没有变 只是升级SSD而已 很有可能是即将要更新 使用大概款的ARM处理器架构 那要是10月13号发表会有新的iMac 如果这部影片还没有上 我就会真的很想撞枪了 总之以时间点来说 建议现在就不要买21.5寸 至少你可以等看看到发表会以后再决定 此外我通常也会建议 想买21.5寸的朋友 尽量加一点钱买到27寸 或是你也可以考虑Mac mini 毕竟iMac你就是放在桌上不会移动 选择27寸不管是在效能 还是整体爽度上都会好很多 当然也有反例 例如你的桌子或口袋 刚好都没有这么深 那iMac27寸 多一两万的确都是不小的负担 21.5寸它非常便宜 还是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直接来看 iMac21.5寸的机种 总共有三款 左边35,900这款非常不推荐 因为它的荧幕解析度只有4HD 处理器虽然是i5 看起来比中间41900的i3还要强 但便宜35,900这一台的i5 它用的是笔电处理器 i5-7360U 而且这一台是苹果2017年推出的 真的很不划算 请大家直接跳过 我都跟朋友说 拜托你多吃两个月的泡面 也要上到中间41900这一款 因为中间这一款的荧幕解析度 是4K的解析度 亮度更高 然后又支援P3色域 虽然它的处理器是i3 但这颗是桌上型的处理器 i3-8100 四核心四值情绪 而且还有独立显卡 虽然独立显卡也不是说很强啦 但是理论上还是比内显还要好 当然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 它要推动这个4K的荧幕 有个独显对处理器内显的负担才不会这么大 那一来一往 你就不要觉得因为它有独显 它就真的可以拿来打游戏哦 这个真的是很阳寸的规格 非常不适合拿来打游戏 那这一款就特别适合给想要省钱 追求便宜 有好荧幕 又有高CP值 那平常可能就只是看影片 做文书的使用者 最右边47,900这一台 处理器是i5-8500 6核心 6值情绪 核心数变多 值情绪也变多 显卡也有略为提升 2019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款iMac 21.5寸 是最划算的机种 因为当时相较419,900的那一款 差6000块 但是处理器 独显都有小小的升级 而且储存也是比较好一点的 至少是Fusion Drive 那这边先插个话题出来讲一下 什么是Fusion Drive 苹果这几年中文的翻译是融合硬碟 但是我已经蛮习惯 就是讲Fusion Drive太久了 它结合了固态硬碟速度快 跟传统硬碟容量大的优势 把固态硬碟当成是快取 可以明显加速平常使用的感受 但是这个固态硬碟的容量也不大 当运行的程式或是档案 超过这个大小的时候 速度就会明显降低 一般我还是建议 升级到完全都是固态硬碟的机种 但是对于轻度的使用者来说 平常看影片 上网 文书 然后不在乎开关机的时间 那用Fusion Drive 便宜 重量大 速度也不会说到非常非常差 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看完了21.5寸的选购心法 我们来讲一些iMac 21.5寸的优点 即便我自己是比较推荐27寸 但是21.5寸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像是体积小 重量轻 好携带 那体积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 我讲一个实际的情况 以我来讲 平常27寸我一定要两手拿比较安全 才不会撞到电梯门或是家具 那相较之下 21.5寸就小很多 一只手就可以拿了 然后另外一只手还可以开门 拿钥匙穿鞋按电梯 甚至到轿车上你要放的时候 都是比较方便的 那重量方面 我们列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真的差蛮多的 这21.5寸的重量几乎只有27寸的一半而已 一般大众很难想象说 我买iMac桌机 我还要考量攜带性哦 那没错 我的经验是我跟朋友这样讲的时候 大多数人也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这在业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像有的朋友 他们公司就是做影音工程 他们工作就是直接带着iMac到现场工作 那或是另个朋友 他们是做商业摄影的 就会把iMac放在油滚轮的工作台上面移动 当然呢 大部分人买桌机就是放在家里 放在桌上 就不会移动 所以我都跟一般的朋友说 在经济许可 桌子大小也OK的情况下 你尽量去上27寸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27寸的要怎么选 整体来说 今年iMac真的有不错的进步 很多进步和优势我觉得都很棒 当时花3000块就可以升级10G的网络 有1080p的镜头 有更好的麦克风等等 但是SSD不能改 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非常不是滋味 不然我真的本来有打算买一台再来玩玩看的 那我们先聊一下2019款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来看最新的2020款 会比较好理解这个脉络 例如说你就会比较知道为什么 我说不是滋味这个是什么样的题物 那以2019款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57,900这一台 一方面它是最便宜的 而且剩下其实都跟高阶款不会差太多 接下来又要讲到效能 我原本这边是有打算把细节都讲清楚的 但后来发现这部分 要讲到各个应用程式的种类跟差异应用场景 然后散热的因素 还有供电的因素 然后稿子就写两三页 然后后来写一写发现 我尽量用简单的方式写了 然后我念给别人听以后 我发现很多人还是听不太懂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是直接讲结论 那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再独立做一篇 有关这个比较深度的内容 2019款如果你要高效能 建议就直接上i9-9900K 我觉得是很划算的 因为这一代只有三颗i5跟一颗i9可以选 是没有i7的选项 而这三颗i5的效能差异其实不大 如果要更强的效能 到i9我记得好像是差15000吧 就是72900这一款 然后再加15000变成87900 我记得是这样子了 那不过像我们自己会改装的话 其实就等于改完 我又可以再赚到一颗i5 然后我还可以顺便改其他东西 但我知道大部分人是不会自己改装的 那如果你只是需要一台桌机 然后可能没有非常大的效能需求的话 我就建议你买57900这一台就可以了 接着看到2020年款的 我们先看最左边的57900和63900 这两款来比较 刚刚说iMac 2019年款 我觉得最划算的就是57900的入门款 但是2020年我觉得63900这一款 才是最适合大多数人的 因为iMac 2020年款57900这一台 它的SSD只有256GB 而且容量是没有任何升级选项的 那对于助记来说 256GB就非常吃紧 那即便你有自己动手改装的能力 现在SSD焊死了 然后加上T2晶片 基本上你就什么都动不了了 我觉得以前iMac 27寸的入门款有明显优势 但是现在入门款的优势 完全就是被SSD的容量钳制住了 接着来看到中间款 我觉得最适合大家的63900这一台 处理器是i5-10600 6核心 12执行序 那只是稍微提升了CPU时迈 然后效能差异不明显 显卡也完全没有变 就是SSD升级到512GB 也算是让你买一个可以网上升级到更大容量 1TB 2TB的机会了 我觉得现在花6000块才多256GB 真的是很盘 而且CPU效能差异也不大 反观同样价格的MacBook Pro 13寸 57900和63900跟iMac的价格价差完全都一样 但是它容量差异直接给你512GB 我都觉得还合理一点 所以如果是我开规格的话 我会希望iMac 27寸起步要给到512GB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出阶级差异 那就限制57900这一款是不能升级天机网路 这样还比较好吧 毕竟天机网路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那现在57900就只有256GB 而且还不能升级 我觉得做这么绝就很反感 觉得抢钱抢太凶了啦 那话虽如此 我觉得大家没办法 我觉得256GB很大几率 你就是不够用 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尽量多花6000块 买到63900的 那有没有适合买57900的情况呢 有 如果你很习惯用外接设备 把电脑就当做一个壳 然后256GB你也觉得够用啊 那57900对你来说还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是高性能的使用者 专业工作者 对你来讲这台iMac就是你的工作处理机 需要非常强的效能 那我建议你就直接调过入门款中间款 直接上i7 i9的 那要怎么升级i7 i9呢 像57900这台是不能升级CPU的 但是63900的i5可以花15000升级到i9 而729900的i7可以花12000升级到i9 两者升级后总价相差6000块 但是高阶款的i7 SSD和GPU规格都好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升级CPU到i7 i9的话 强烈建议用72900i7这台来升级i9 那既然讲到了CPU升级 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选购配备的升级原则 如果你是帮公司买 要有一个上限 或是你抓的预算就非常紧 那就要先考虑一下 你有没有要买周边产品或是AppleCare Plus 那先把这部分的钱扣掉 再去思考你要怎么做升级 反正如果你抓的比较宽 例如你就是抓个10万20万这个range 大概都可以的概念 或是你的经济状况比较好 多花一点钱多念一点也没关系 可以多从你的工作流来思考 怎么买可以让你的工作更流畅 剩下就是保卫一个原则 不要去升级一些你用不到的规格就好 例如像Tangie 其实很多人是用不到的 或是你只用得到2TB的SSD 就不要额外花钱去升级到4TSSD 这样可以省下很多钱 以下的升级建议就是针对2020款的iMac 然后我们不会去考虑比较复杂的情况 例如说拆机 或你自己会改装这些可能性 就是以一般大众来讲 首先看到记忆体 iMac 27寸 不管你是上网文书 摄影设计 程式设计 影音剪辑 记忆体就自己买来加装就可以了 这是它唯一允许你可以自己更换的零件 然后又不会影响保固 这个就不用特别给苹果赚了 例如最高 原厂可以让你升级到128GB 但是苹果跟你收费7万2 这个7万2你已经可以再买一台iMac了 选择第三方的记忆体 建议大家可以找确定可以相容的品牌和型号 然后有口碑的iMac记忆体 这样可以帮你省下好几万 那我目前长期在用的是金士顿购 OWC都非常绑很稳定 没什么问题 那其他品牌有机会再帮大家测试看看 记忆体时脈也要留意 偶尔我会看到有人买错时脈 像是2666MHz 他买成2400MHz的 虽然还是可以用 但是速度就有点浪费 那如果你是选21.5寸的 这个就不能自己换记忆体了 所以你需要一开始就加好 这个也是我比较不推荐iMac 21.5寸的原因之一 第二点CPU 需要高性能的使用者 建议你优先升级CPU和GPU 预算够再去升级SSD的容量 因为储存空间不够 大不了就外接和加NAS 那CPU跟GPU来比较的话 其中我又觉得CPU更重要一些 因为所有工作都会用到CPU 但是大多数工作预设的场景 还有应用程式 其实苹果内建给你的显卡 基本上都足够了 那这边也提一个外话 有关CPU的部分 其实从2019年款 iMac的i9版本来说 它的CPU效能就已经比 iMac Pro的16万入门版还要强了 那就更不用说 iMac今年2020款的CPU又更强了 所以iMac升级CPU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选择 第三点如果你的预算够 而且你可以升级GPU的话 特别推荐给Adobe的重度使用者 因为Adobe它的软体的策略就是 通常你有多少效能 它就直接通通吃满 尤其在Premiere输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或是你是打游戏的话 游戏通常会吃满显卡的效能 就比较不会浪费到 那苹果这次也有特别强调 显卡升级对游戏的提升 像是这次可以让你点选升级到 5700XT 16GB花1万5 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很贵 因为现在你如果买一张5700XT 8GB 大概也要1万2到1万5 详细呢大家可以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人做出iMac 5000系列显卡 各个等级的应用的评测 那第四点SSD 如果512GB真的对你来说也很吃紧 好吧那就多花6000块上1TB的啰 我自己也还算是可以接受 再多花6000块上1TB啦 那如果是朋友要买的话 预算还够我也会建议他升级到1T 因为内建的速度还是比外接的还要快 但如果要花上1万8上2TB 抱歉啊 这个钱我宁可拿来买NAS了 iMac 2019款以前的最高可以升级到2TB 那现在呢最高可以升级到8TB 不过价格要7万2耶 这笔钱你可以再买第三台iMac咯 而且我比较倡议外接的原因是 iMac本身就比较难拆出来修 那一旦内建储存空间出事情 你就很麻烦 尤其2020款又是如此 基本上你完全没有可以自己修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比较推荐用外接还有NAS 虽然速度比较慢 但是容量、安全性 或者是共同工作的协作上 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而21.5寸的使用者 如果你的预算很紧 无法升级512GB 但又需要大一点的容量 是可以考虑选1TB的Fusion Drive 这不用额外花钱的哦 第五点 之前看到Mac mini可以升级选择10D网路 但是iMac没有 我就觉得很滞胀 但是现在新款的可以用3000块一样 升级10G网路 我个人就非常推荐了 因为1G跟10G差10倍 真的是可以差非常多 但这一点大家要考验一下自己的环境 是不是真的用得到哦 因为10G真的是比较小众的需求 那我主要是用在10G网路和NAS来连接做搭配 那理想上就可以达到800-900MB的传输速度 那如果你想外接 或是你以后忽然想到 啊我现在没有升级 但是以后用的到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可以用外接的 像是用Thunderbolt 3 然后来转接Tengy网路 不过这样就会占掉一个Thunderbolt 3了 那像我以前就有开箱过 Archeteo的TB3 10G 当时价格大概要1万左右 但是现在也大概较5000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内建升级Tengy 只要3000块 价格也是挺不错的啊 那不过呢 21.5寸 目前也就没有这个选项可以升级哦 所有iMac的机种和选购方式 我们都介绍完了 以下就针对我个人 对于2020年款的一个选购策略 给大家参考看看 我会怎么选 首先如果不考虑 接下来的Arm处理器 然后也不考虑 这可能是末代的Intel iMac 也不考虑我自己会 CPU改装之类的骚操作 那在金额有限的情况下 我会这样买 首先选择72,900的 然后加12000升级i9 10910 然后再加6000块升级1TB的SSD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512GB对重度工作使用者来说 都还有一点紧哦 加3000块变成Tanky网路 然后再加1500换Magic Trap Pad 因为这个触控板真的是很好用 那反观 随附给你的Magic Mouse 真的是非常难用 然后再抓个6000块的预算 要买Apple Care Plus 然后呢 再抓5000块左右 自己买第三方的记忆体回来 大概是6GB两条 自己加就可以了 那这样总共可以升级到40GB 这样总共大概是11万 那如果你有些折扣优惠 或者说学生教育价的话 这样大概10万块就可以买到了啦 除了iMac主机各个尺寸 规格 改装说明以外呢 像我自己就非常推荐大家用 Thunderbolt 3的Dock 因为iMac的IO都在背后 真的是很难插 虽然这个Hub呢 一台大概市价都要1万左右 但是呢 TB3全功能型的Hub 真的可以让工作方便非常多 如果你是买iMac当文书机 或是你很少在插USB 啊记忆卡之类的 可能你觉得这也还好吧 或是习惯用其他的解决方法 也欢迎你分享 那的确如果你工作 比较没有那么频繁的话 这个可能对你来讲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对我来说 透过Dock可以把IO拉到前面 真的会更好使用 更好插 而且呢 连接MacBook 或是其他的Thunderbolt 3笔电 也非常方便 那今天也顺便和大家聊聊 目前Enter在用的Thunderbolt 3Dock 这边会介绍三台的重点 那每台都有他们的独特之处 更深度的评测优缺点 大家可以找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或是文章 第一台 Noda Halo Thunderbolt 3Dock 这台的晶片是JHL7440 它是属于比较新的Titan Ridge 所以DX Playport 1.4可以支援到8K60Hz 或是4K120Hz 此外我蛮喜欢它把Thunderbolt 3 和其他IO分隔在前后不同面 因为毕竟我拉一条Thunderbolt 3出来 就是不想去绕一个在后面插线的感觉 那这台Dock就是可以把IO 全部都整理在前面的这一面 那另外呢 这台Dock也是我目前用过所有TB3Dock里面最薄的 甚至我知道还有看过一些还没有上市 或正在开发的Thunderbolt 3 Thunderbolt 4的全功能型的Dock 都还没有看过这么薄的 价格方面是10500 目前PC Home24小时 活动特价8000块到这个月底 2020年的10月底 那后续会不会有这个活动 就要再来看看了 那错过的话 也是可以持续锁定看看他们的特价活动 第二台OWC Thunderbolt 3 Pro Dock 手上这一台是比较早的版本 所以仍然是Archeteo的logo 现在新款的都是OWC的logo 新款的除了外观上的小升级 我跟原厂确认过 里面的规格还有晶片都是一样 没有改变的 那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台具备Tanky的网路 E-SATA 然后内建的风扇可以帮助散热 你还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开要不要关 还有跟PC的电源供应器 相同的6PIN电源 其中我觉得Tanky是最实用的 毕竟我平常要连接NAS这些设备 那此外这台机壳呢 做工非常精致扎实 拆开机壳内部 可以看到很多小细节 它都有把壳做好 那整体给我的印象就是豪华的汉马车 这台标价是17000元18000 但它通常价格是10860 那这次优惠活动再打88折 变成9557 从台湾时圈10月24号凌晨 到10月30号的深夜 那如果你平常有在看这台机器的话 你就知道 各个通路平常都比较少 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看很久的话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时机 第三台 Eogato的SoundBrow 3 Pro Dock 这台是比较少见搭载了 MicroSD读卡机的SoundBrow 3 Dock 而且呢 它有4个USB-C 是我看过TB3 Dock里面最多的 这很特别哦 因为有些Dock除了TB3的Downstream以外 就没有额外的USB-C了 那有的即便有 顶多就给你一个独立的USB-C 总共将就三个而已 但是像这样做到4个USB-C的 现在市面上真的不多 而且这款的造型非常有设计感 圆弧设计也非常好看 做工也很棒 就连电源供应器的线 也有做L型的转角 非常多小细节 那这也方便你收纳 整体做工就很精致 给我的印象就是优雅 这款的价格通常是11690 那近期呢 没有什么优惠活动 但是偶尔在海盗船 官方的虾皮页面会有特价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持续关注 如果大家有其他推荐的Hub 周边产品或是特价活动 也非常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接着来和大家聊聊AppleCare Plus 以iMac来讲 不管是大台还是小台的 它的价格都是6090 我觉得不贵 因为相较MacBook Pro 随便1万1万3的价格来讲的话 iMac的真的很便宜 不会说很贵 而且我觉得 iMac如果你都已经买到十几万了 那6000块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金额 其实蛮划算的 非常推荐购买 因为如果之后 你随便换掉一个零件 那那个价格 绝对是让你值回票价 而且如果你是一起买的周边产品 比如说键盘滑鼠这些 它同样也是包含在 AppleCare Plus的方案里面 那讲到键盘滑鼠 因为我自己就很讨厌苹果的Magic Mouse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都花1500 然后去买TouchPad 这个真的非常棒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你觉得Mouse很好用 也没有关系 我真的有听过有一些朋友 他们觉得Magic Mouse 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键盘的话 你要注意就是 有不同的语言可以选择 像是有英文的 或是日文的 或是你叫台湾一般 我们常用注音的 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一般网路上 比较容易看到MacBook Air MacBook Pro的选购建议 或是比较或是心得 但是用Mac的人 就真的没有这么多 然后中文资料也比较少 如果英文的话 算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制作了 这一集的Mac选购建议 希望大家用Mac的人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我也希望我们制作 这几个月这样的影片 对你和你的朋友 有所帮助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